次食品 醣狗鮮奶均時會從荃灣永順的貨物商社區走來走去 豈料星期六被貨車碰倒,不幸離世 而變 вс重衣外的更加是他的主人 據知他主人是一間建築材料公司的扣車司機 主人早上7時駕車送貨時 懷疑沒有留意到狗狗在車尾 撞到他 雖然立即報警求助 但鮮奶已經救不回 我們又不是沒得生 為何一定要做企養 一個小朋友成長 一定是有個家 先叫做延美 我們給個家庭 都屬於彌補他 盧生盧太和電影的主角一樣 做了超過10年的養家庭 先後養大6個子女 其中一個女女 由1歲半照顧到11歲 最終被一個在美國的家庭領養 醉山有時盧太說 多不捨得都要放手 其實他不想去 我也不捨得 但沒辦法 我最多是 好像他十八歲 你遲早都要離開阿姨 他去了酒店 兩晚之後要飛 然後他一天打成十個電話 給我 我不敢聽 姑娘說不好聽 你聽了他就不找了 我覺得自己很殘忍 那時候沒有辦法 你要他好你就要放手 他正在用他的方法 一次又一次回來我身邊 照顧寄養兒童的生活 有笑有慮 不過盧生和盧太說 這些都是回憶 現省的家 現省的東西全都有現省的 多多兩個人進來住 來享受我們現省的東西都不錯 嗯 因為還有 第一個小女孩 跟我兩個兒子 一起長大 他們兩個都會享受 一起玩 兒子一個 近日網上瘋傳一段小兒女學生 在港鐵車廂內向母親哭訴壓力大的影片 片中女學生多次明言 好辛苦 我好慘 頂不順啦 顧如家長密闊視小朋友的情緒反應 應及早尋求專家協助 你知不知道我幾個兒子 我怕我怕 這個 就是這個 你知不知道我幾個兒子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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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我 我知我好像剛才我二年集的 我怕我怕我怕你這樣 你現在有什麼都不讓我看 你現在我不喜歡我 你可不可以叫我立即走 我不想再過兩天 我就立即走 我不想再等 我登了幾多年 我很辛苦 我的單身被人拖了 抖音網紅潮傘阿秋 星期四拍片說自己一覺睡醒 她的單車就在旺角被人偷走了 警方第二天晚上大約九點半 在旺角抓了一個45歲本地男人 涉嫌盜竊 扣留調查 不過阿秋駕外車就未找得回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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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職工盟總幹事鄧燕娥 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星期四被警方國安署人員拘捕 扣留兩天後 她獲准以二十萬保釋 需要交出護照 星期六下午一時多 她離開灣仔警署 今個月十七日要再到警署報道 今次回香港有沒有預備面對這種情況 沒有 是呀 所以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會繼續去探人嗎 會繼續 她說 警方沒有透露今次拘捕她 是跟哪些案情有關 以及是否涉及職工盟 我一直以來的工作 都是同道工庭益 工人組織工會有關 所以我明白為何會犯了 我發財 還說會犯禮去過監獄 你覺得拘捕有沒有政治有關系 我想不到 拘捕不到 鄧燕娥當日在赤柱監獄 探李卓人之後 在監獄外面被捕 再被帶到美夫新村一個單位調查 期間警方檢走一批證物 原來我們有名28歲女生 近日和父母走入一間鞋店 女生就要求父母 買一雙二百多元人民幣的鞋 旁人都以為她是肯露燭 我的腳這麼臉下嗎 這樣就很溫暖 你怎麼那麼唇 我真的好奇怪 我真的好奇怪 我真的好疲倦 我真的好疲倦 我真的太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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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就覺得對鞋不需要買太貴 但女生又哭又貴 場面很尷尬 時號店員透露 女生一家應該是由外地來打工 加上收入全部都是交給父母保管 才會發生這件事 網民都深表同情 說這對父母是不是吸血鬼 都已經28歲 父母還要拿著她的錢 本來就不正常 有人就認為 是個女生不懂得理財的後果 說自己的錢不是自己保存 可以怨誰 是一個 臨天花 臨錫屎 公立醫院設施最近不斷出事 是不是看到有點麻木呢 千萬不要讓她習慣 凌實醫院星期六公佈 朝早大約11點 主座大樓有氧氣喉 遺移被裝修工人鑿穿了 影響喉管的氧氣濃度 遠方已經安排修補氧氣喉的裂口 調動氧氣瓶 和安排四個需要高濃度氧氣的病人 轉到其他病房 強調他們的病情 以至所有病人的病情都沒有受影響 遠方說很關注事件 已經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 向醫管局總辦事處情報